主席谢谢,麻烦请陈吉仲主委跟王美花部长 请陈主委,王部长 好,我先麻烦陈吉仲主委,好不好 主委,请教,现在缺氮问题或是氮价高涨 那我们农委会到底这一波的鸡蛋,蛋荒啊,什么时候开始掌握 其实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到,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有公布鸡蛋的生产数量 所以从去年开始,那我们就发现说,那个国外的禽流感 所以从去年几月开始,11月开始 那到现在2月底,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第一个,我们开了几场这个针对蛋荒的会议 如果针对鸡蛋的部分,你可以问我们虚目处处长 我们一个礼拜至少开N次 不是一个礼拜一次哦,是有时候一天就一次或两天一次 有会议记录吗 有没有会议记录 是啊,怎么突然荡机了 一部的部分,当然这个可能要问那个我们的虚目处 我们像去年,跟委员报告,我们知道美国禽流感非常严重的时候 而且H5N1的时候,禽流感 主委,我现在讲啦,说实在话 连这个鸡蛋荒到说这个蛋降飙涨,然后缺蛋市起 然后我看到这个廉价,我们有寄出几个方案嘛 短中长期计划嘛 是,到今年2月底,才寄出短中长期计划 去年11月,就说有掌握,11月,12月,1月,2月,放任4个月 让国人没有鸡蛋 然后你到2月底才寄出短中长期计划 各位觉得太慢半拍了 不只半拍啊,慢4拍啊 4个月啊,一个月一拍 请流感的防疫来讲 我们从11月,那这个不管防检局 或者是我们的交位手 我们9月启动秋冬专案以后 11月外线美国的H5N1非常的严重 我们就加强所有的防疫的措施 主委,本时有看到你2月上旬喔 还跑了南投三趟 光新闻报导就有三趟啦 2月5号,2月11号,2月14号 我请教是我们农委会这边的主动要前往 还是受邀前往 我想我们是受那个相关的团体 还有乡镇长的邀请 受谁邀请 乡镇长或者是相关的团体 那我们经常会下降 但没有,我看到 好像跟你一起开座谈会的人 不是,不只是乡镇长啊 是候选人哦 哦,那候选要来我们尊重啊 但他看起来他是主持哦 我们的问题是要把问题要解决 所以,主委,我比较好奇的是 都已经知道有淡荒了 结果你在2月上旬一个礼拜内 我刚讲2月5号,2月11,2月14,三天内 就前往南投三次 会让谷人是说是不是我们没有比这个 南投立委补选更严重的事情 还是农委会的主委 新的念的,判的,忘的全部都是南投的选情 都不是,但你的心 你已经身体力行了,告诉民众 你关心南投选举高一切啊 我们有200多个农产品 每一个农产品都要解决 像我家... 虽然没有错啊,但是 鸡蛋不可否认鸡蛋 应该是影响民生最大的问题吧 所以鸡蛋同时... 一天台湾要多少个鸡蛋 销量 目前的生产量是超过2200万克 是,2200万克嘛 所以一天2200万克的消耗量嘛 我们都不讲是说你现在 下有其事讲说 哇,我们跟澳洲专案进口了500万克 500万克什么概念 说实在话就是台湾四分之一不到的产量啊 一天台湾四分之一的产量 然后你下有其事讲说我翻阅 最主要就是专案进口500万克 这个会对市场有安定跟补充的效果 这个会让整个市场... 我说实在话 这样子确实是让大家没有办法看到说 你专心在这个业务上了 好,来,朱伟,谢谢 那个部长,抱歉哦 时间比较...用的比较多 部长,我想请教一下 现在不只缺蛋丸啊 缺水缺电看起来可能也是目前的状况 您有提到哦 说不会发生这个情况 不会发生缺电 而且您讲到是说 在三月如果说真的电力不足的话 我们有水力发电 可以来替代 那个核二厂的二号机的除异 是不是这样 我跟我说哦 我不是说会缺电 我是说现在电力的调度 因为增加了很多再生能源 然后增加了再生能源 那我请教就是核二厂的二号机除异三月 是如期进行 不会有任何改变 因为它就是时间到了要停机 一定要... 是,所以不会改变 好,那如果说现在我们看起来 您之前也受媒体访问是说 如果说核二厂的二号机的这个电力缺口 会有什么来补 我是在跟大家讲 那个电力的调度的情形 那第一个我们现在 再生能源增加了 所以很多的新租 是啊,就是很科学的问题嘛 此时此刻 所以我还没讲完 核二厂二号机 它发电占全台湾占比多少 大概是3%左右 3%左右 好,那此时此刻 全台湾的水力发电 占全台湾占比多少 以去年来讲大概是3.5% 没有,此时此刻只有1.36% 您可以看一下现在的官网 本期刚刚上来前才查的 而平均过去这个礼拜 水力发电每天都占台湾占比1点多% 没有超过2% 也因此如果说 核二厂的二号机一旦除异体的话 它的3%多的发电量 是不可能从水力发电就来补结 更何况 现在有缺水的问题 是吧 我从第二个先讲 我们的水力发电主力都在中部 并不是在南部 所以中部的这个大甲溪 这个机组呢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的水库呢 机组没有问题 但重点是发不出 我们现在的那个存量很高 现在讲法就是说 现在全台湾的占比就是1.36%嘛 我也不是这样算的 核电现在此时此刻是10% 10.341% 也因此我们讲是说 当核二厂二号机它的3.5% 没有了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去找那个缺口 用水力发电可以补齐吗 我们有讲很多 那第一个在现在的情形 水力的发电就是在夜间风的时候 夜间风的时候呢 它确实有这么大的容量来 第二个呢 我们本来就有很多的调数 所以缺水不会影响到水力发电是不是 缺水在南部啦 水力发电在中部 台湾 其实台湾真的 我们生活圈也没有到太大啦 你说中部南部这其实 概念也是差不多 那再来啊 我请请教 现在南部今天3月1号 台南已经实施了 停车场游泳池等 限水 那就等于是进入到我们所谓的 这个缺水灯号的橘灯了 对不对 那您认为 是 在今年所谓的30年大旱 我们有没有推估说 今年有可能这个灯号 会转成红灯 还是我们北部这边也受影响 有没有推估过 第一个南部的部分 不会影响到中北部 中北部目前的水情 我们看起来是有问题的 南部有可能会到红灯吗 南部的部分 我们就是要让它避免 不要进到红灯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那你避免的措施是什么 所以才会从今天开始 包括这个夜间的 就是大家 节约用水 节约用水 裤带比较勒紧一点 大家少用一点水 才不会变到红灯 我想去节约一些 可以节约的用水 这个是好的事情 让大家可以 那中部跟北部 会不会进入到橘灯的状况 中部北部完全不会 是 您说的 是是是 今年中部 北部绝对不会进入到红灯 不会不会不会 橘灯呢 也都完全不会 也不会 也都完全不会 北部当然有翡翠水库啦 所以我们比较了解啦 但是中部你也觉得 其实我们现在的 不会进入到橘灯 完全不会 部长 这个是国会的质询 你不要以为是我们在瞎扯淡 我重点在于是 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啊 给我 这样子 我们后面的同仁 给我相关的数字 现在我们中部的这个水利的状况 那以及推估到今年五月 假设我们美与季节 又往后延迟来的话 部长刚刚已经承诺了 中部也不会进入到橘灯 那我们当然就要为 当然中部不是我的选区 但我一样为中部的乡亲来 去紧盯部长刚刚的承诺 因为气象局局长 上个礼拜 来我办公室的时候 我特别讲是说 今年确实气候 非常紧张 从去年十月 中南部就已经没有下雨了 也因此相关 今年的这个水情确实很吃紧 那如果说我们没有雨来 尤其是今年五月 假设美与季 晚后一两个礼拜的话 确实那会是蛮临界的 所以 王美化部长 本席很认真的 也要 警告您 身为一个经济部长 你有所有的说法 不是吸反射式的 就像上一次您讲到 媒体问您说 会不会因为核二厂二号机 停休的时候 然后你说缺电 你说不会 而且你还讲说 用水力发电来替代 那当时就引起大家的一个质疑 我想 不要用吸反射 不要因为本席是在野党的委员 所以我讲什么 你就说完全不会 如果说有任何的底纪 或是资料的话 你才可以讲出这样的话 而你讲出每一句话 其实就代表是 经济部长对于全民的一个承诺 所以 本席会在继续的追 您刚刚有讲了 今年中部也绝对不会有 橘灯的状况 最后 我们也说啊 如果说水力的发电 也可以补齐缺口的话 那是不是也可以承诺 当核二厂二号机停 这个暂停之后 不要用火力发电 不管是中台湾的中火 或是本席选区的 林口火力发电厂 火力全开 来补齐这个缺口 您可以承诺吗 我们相关的 燃煤机组 都有相关的环保的 限制的设施 我们都会遵守相关的 所以今年会不会火力全开 不会啦 现在本期 不会 您又讲了哦 您的底气我不知道从哪来 但你讲说不会 我们 今年到夏天也不会火力全开 是不是 我们对台中上一次 这个 这个市长到院会的时候 我就有做说明了 那市长也有转述我的说明 是 那本期现在问的是 今年到夏天之前 到夏天用电吹吃井 也不会火力全开 我们这个本来就 要不要再给你一个机会回答一次 我已经回答很多次了 好 所以不会嘛 好 谢谢 你讲不会嘛 本期盯着 如果说到时候跳票的话 这是经济部长的承诺跳票 好 谢谢 好 谢谢 请中嘉宾委员发言